Hello 大家好 我是MountainYam 现在这么热的天气相信大家都会像我这样的 T恤短裤 但是有时出门口我又觉得这样好像太轻 太过忧愿 那怎样可以有点个性呢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配件 天气这么热 我的平时穿搭都是T恤短裤 相信观众们很多都是这样 如果大家想知道怎样穿T恤都好看的话 不妨看回我上一条片 7种T恤的穿搭方法 当然了 今集不是跟大家分享怎样穿T恤 反而是在这样的穿搭里面可以加些什么的配件 令到我整个造型是更加有异和时尚 或者是有少少的小心思 现在跟大家逐一样分享 第一样就是由头开始戴帽 我的选择的帽的时候 通常我都会选择Cat毛 因为我的头其实有少少扁 我想看过去的Volume可以立体一点 所以我会选择头顶的Shape 是高一点的Cat毛 当然因为身高的情况 我都觉得有时高身少少的帽 视角上好像令到我的头顶高2-3cm 所以我就会选择这个形状的帽 其次当然在物料上 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Cat毛都是布料的材质 而我手上这顶是我经常戴的 就是一顶黑色的真皮Cat毛 真皮Cat毛其实它相对来说 在炎热的天气有机会是会吸热一点的 但是我又想有型 如果我去in-store有冷气的情况之下 我就会戴这顶 但是如果是outdoor没有冷气的情况 我又想有些个性 有些不同的Cat毛 我就会选择这一顶的粉红色Cat毛 认真看的时候 其实它的形状是一个Cat毛 不过它的Cat毛和裁剪上 其实它有些Layering 是比较立体一点 还有比较有Texture 我喜欢它这顶帽的切角上面 它有些Curve形状 特别是戴上它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很可爱一点 粉红色会令到我整个气场和善一点 因为浅色是容易被人看到的一个焦点 所以如果穿白色T或者穿黑色T 浅色的帽子都是一个比较适合的选择 第二样 当然像我现在这样 戴上一副超 觉不觉呢 这么简单 平实的白色T 戴上一副超之后 样子是完全不同了 而且戴超真的需要去研究 究竟这副超的阔度形状 是不是适合你面 刚刚这个是比较玩意的 圆形好像有点凯 但是我就喜欢它这个凯凯的感觉 好像比人的感觉有趣一点 如果想正经一点 有型一点的话 我就会选择这种的形状 觉不觉即时感觉又不同了 一副超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的面 给人的感觉比例 因为我都和大家偶尔去分享 如何在视觉上去调整你的穿搭比例 当然面的比例就很靠 还有眼颈 超 帽 甚至头巾 当然 发型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不是 我不笑 我不懂剪头发 我只可以在配件上面 和观众们分享下我的小提示 如果大家不戴超的时候 都可以试试戴平光眼颈 令到你面部的比例稍微调整一下 我这副呢 这个宽是阔一点的 阔一点的好处就是令到我臉这么大 但是因为一款宽大的时候 显得我臉好像变了一点 很多女生去到夏天的时候都会用一些 丝巾 丝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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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看在我的头顶上 试过上其实就是我多了一些颜色 还有我的感觉上好像比较花潮 如果你的女朋友有这样的方巾 不妨可以试试在颗上或者头上 说到臉 现在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配件就是口罩 现在出街基本上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其实大家看到臉的第一样东西已经是口罩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戴口罩 选口罩的时候我自己会建议大家去选顏色上面 和你的肌色是敷应 例如皮肤是比较黄一点的 你选须的口罩颜色就尽量浅色一点 令到你整个感觉是轻轻一点 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白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不同的深色系列 你穿的T恤是白色的话 其实你任何的颜色放在这个位置都是适合 如果去到我穿的很花的颜色的时候的T恤 我就会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口罩 我自己喜欢这款口罩的 因为它是透气度很高 有时跑步都没问题 大家都知道现在口罩层出不同的花款 如何去选顺呢 都是看回你自己的个人喜好 这么白的一个T的范围里面 我的颜色位置有时我都会配合一些小配件 例如这个我好像在非洲坦桑尼亚买的颈链 好像说是牛骨颈链 试试 有点不同的 整个颈的位置特别是长颈的朋友 你可以选顺颈大一点都没问题的 因为令到你的颈部不会突然好像长颈的那么长 个人的喜好里面我就喜欢颈链是贴颈一点的 包住颈 令到别人看着我的时候 很focus在上半身的位置 当然如果有些是有吊嘴很长去到胸口的话 其实它会形成一个焦点 令到别人看你的时候 究竟是看哪个point 特别是当颈链长的时候 它塑造了一个V字的形状 如果你是比较有肉比 不妨尝试戴一些中长的颈链 因为它可以视觉上令到你下巴的位置尖一点 相信很多男生对标的角度都不陌生 很多人都在炒标 很喜欢买手标 手标已经是一个配件 但是当你很basic的只戴一只标的时候 我又觉得好像有点闷 我就会配襯不同的饰物 我有个习惯是会戴几条不同材质和不同质感的 手链手带和Bango 令到手上面这个圈好像比较多 在我整身的搭配造型上 我上身是清理的 但我的手有很多复杂的元素 也有一个叫做focal point 令到别人看我的手 再慢慢掃上去 通常我们衬衫 特别是选择饰物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比例 就是说我的焦点 究竟是让人看哪样东西 看我头先 看我肩膀先 看我胸先 还是看下身 试过上面这些的饰物是可以有个focal point 令人看先 所以我选择配件 就会所有的配件都放上身 有时我都会戴一些玩偶一点 有设计元素的手标 我都还会戴一些其他类型的手绳 令到这个volume是再丰富一点 我比较少是戴一对 就是左手又大 右手又大 通常我是放在一边 令到感觉好像先看一边 然后再看其他的位置 除了手链之外 其实我都经常会戴戒指 因为戒指可以令到 我手上有一些金属的质感 令到我粗狂一点 有没有留意到 因为夏天很多人都会穿T恤短裤 短裤的时候 你又穿回Sneaker的话 对脚下面好像有点凶凶凶的感觉 我会选择一些有pattern的物质 通常都是中长度的物质 有不同颜色的物质 其实是会给人有个视角上 去reshape你的脚型的功效 有格仔纹路的话 其实大格仔会放大了你的腿 脚腕的位置有点放大的效果 但如果你想缩小的脚腕 通常选黑色深色 感觉好像试过上 你的脚腕是会小一点的 跟大家分享完 我最喜欢最常用的小配件 我手上拿着了两只雀 是蜂蜂 很多小配件 大家都有时会忘记了 原来以前流行的胸针 女士用的胸针 有个潮流回来了 不妨去买一些漂亮的胸针 扣在胸口里 或者扣在领边 感觉我现在这么基本的白色T 里面好像多了一点重点 重点好像 T里面多了一个次兽 我都觉得挺漂亮 这个是我们自家出品 而我今天是要送给观众们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手上 这两只手工次兽的胸针的话 不妨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你会怎样使用胸针 还有为什么你想得到它 我会选选两位观众 个别送出这两只小胸针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集的分享 这个时候最重要就是 去subscribe我的channel Mountain M 按个小铃铛 下次有片的时候 你会即时收看到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给个like我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会更加努力拍更加多的片 拜拜 我的出门口造型就基本上 好像现在这样 当然我要带一个小肺包 特别是这些短身 背后放在后面 如果大家想知道小肺包可以怎样搭 不妨在楼上 读回我对上一条开箱小肺包的片看 我出门了 下次见 拜拜 拜拜